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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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2023年的11月7号 今天礼拜二 上午这三 八点三六分 哇 今天好像是要去 有什么考试吧 我草草都给忘记了 哎呀 今天这热震的时间一直为房子的事抽死了 现在温度是十三四度啊 今天下雨了 今天早上下雨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可能接下来在一个礼拜的一周的时间内 基本上是应该是没有雨了 雨都提前下了 然后房子的事给抽死了 然后呢 昨天那房子不是还没有订吗 然后呢 还有几个看房子的 然后中央考虑下他跟我讲 哎呀 别人都觉得这个价位有点 其实就是说他意思就是要抬价的东西吧 哎呀 我觉得这有点就有点不太地道了 你要抬价的话 你当时不要写那么低呀 是不是 哎呀 你写那么低 现在呢 又坐地起价 你觉得有好几个住房子的你可以选择 是吧 选择价格高的 那你这个不是特别地道 然后呢 因为当时我看的房子小 我也忍了 是吧 有小孩我也忍了 是吧 然后呢 这个 无非就是图一个租金便宜一点 然后离学要近一点 无非就这么个选择 无非就这么个选择 结果呢 你这个 坐地起价了 这个事就 我感觉就没有 我感觉就是 住房子就怕这种大忌你知道吧 就是变来变去那种大忌 就是说好的话就不算话了 就是说他现在可以跟你商量 再隔多半年 一年再 他又回又会找个理由跟你商量 说哎呀 我们怎么怎么的 你这个钱又要涨了 怎么怎么的你知道吧 就怕这种不远变去的 讲好价 讲好这个价 就这个价 是吧 你看我这个房东 我现在有房东 我也加了一次价嘛 我直接就给他加了50 他也没说什么了 但是他不敢再加了 再加的话就不想了 知道吧 是不是啊 他现在肯定是想加钱的 但是他肯定不能以加钱的理由了 就是不能再以加钱的理由 那个了 所以说他怎么着呢 他就干脆把这几个租客全部清走 清走呢 哎 清走再找个理由 再加价租房子出去 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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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租房子里面也有很多套路的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不能接受了 本身你房子就小 是吧 并且呢 你的房子呢 并且你的房子呢 本身就是 哎呀 今天再去看一下 今天这家比较远 也比较贵 今天要看到170多钱 170多钱 有一家800块钱 说是大房间 我可以有多大 如果有小孩 我就不考虑了 如果是在一楼 可以用厨房 800块钱 我也要扬 就是也能接受 知道吧 我也就是跟他一样 有没有好的停车位 我也要扬 也能接受 如果说你这个又有小孩 又有老人 而且那又在二楼 又在哪儿 又不让他出房 那200块钱 我肯定只定不住 750我都先贵了 800块钱 是吧 那这样的一年就8000 一年就8000 28 16 一年就9600块钱 开什么玩笑 我他们一点钱 进他们给你打工 哎呀 所以说我就看看 我先看看 也比较远 170多钱 开车区域还要15分钟的 所以说这把这车线 我晃又晃了 赶紧换个车道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吧 会是特别好 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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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学校再来一辆多久 看下� Won 大概要开12分钟 差不多 读的话应该被输業到2分钟了 17%问题 哦呦 哦呦 不对啊 不对 刚刚是那个 我双向设计一下 就是去和来 去是十五分钟 十二分钟 来可可不止十二分钟 十九分钟差不多 跟我预估的时间是一样的 十五到二十分钟以内 开二十分钟 开二十分钟的话 那和在这有什么区别 那我再把长岛住一个房子得了 是吧 长岛住一个 这边的studio也很贵 长岛大景还是小景 有一个studio studio是什么的 就是一个大房间 然后可能配有厕所 但是他那个价位呢 是在一千二到一千三 一千二百五吧 一千二百五还是一千三百五 但是你知道 事实上我朋友 他以前在法拉圣 租这种 租这个studio的 不仅带卫生间 而且还带一个小厨房 才一千一还是一千二的概念 这个一千三百多块钱 都不在厨房 动不动就是少吹少吹少吹 中国人有几个能少吹的 哎呀 经常不讲道理这些人 住房子也很难 要上下 要开他妈的二十分钟 你问我他有必要吗 是吧 那和在长岛一样讲 哎呀 没必要了 你看 没必要了 一百七十九 不行 太远了 一百七十九 差他妈的四五 差他妈的四十个 四十个街区 四十个街区 哎呀 没事没事去看看吧 看看那个 房源怎么样 也是他妈的没表事了 等等看看吧 因为这个被在一块都学去房 所以呢 每家闭口都有小孩 小孩在住房子的话 就肯定是 肯定是个床 太远 太远 如果是一百九十多街还ok 一百九十多街还ok 一百七十多街 确实有点 一百九十多街 南边一点 靠近公园都还能接手 对 靠近公园 那边也挺多案子的感觉 是吧 你这个人生呢 很多时候就像董博一样了 哎 有时候你赌对了 有时候你赌错了 前提是你要你要去赌 你不赌不行 你被动的你等待这个 等到那个都不行 你脑上我跟我们家老太太说 哎呀 现在的这种手机啊高科技啊 发展这么快 很多东西都不会用了 我说不会用就学啊 是吧 活到老学到老 不是你们这代人经常教育我们的话吗 是吧 然后到了你们老了 这句话就不适用了 没有 老是被我噎的 但是前提是他老是抢我 比如说我吃一个三明治 他说我在牛吃炒 哎呀 嗯 所以说我觉得啊 这个关键一定要更新的 不更新不行 今天在一个信息检房里面 这个是不行的 昨天我们班总共学生才十三个 十二个 有一个学生他的上呼吸道 他的不知道是气喘还是什么原因 叫打个911 哎呦 我当时腿都暖了 我不会也变成这样的吧 还很年轻呢 才不到20岁啊 一个黑小妹是吧 黑小妹人 哎 但是呢 就是你要知道 这东西也是很很内的 就怕一个心脏 一个是呼吸 呼吸和心脏 这两个东西 很容易有什么突发性的几率 哎 希望一事我也不知道 哎 这边的房子好像我感觉这个房子的格局都是一栋大房子分成两半 不是不是就是感觉就是两栋房子拼在一起是吧 两栋房子它就隔一堵墙 两户人家就隔一堵墙 这样这样房子我觉得在这个区域还比较多 这样房子看起来很大 看起来很大 但是你仔细看呢里面的格局并不是特别大 房间小 因为它两个就是说你可以说一个大房子改成两半 你可以说两个小房子平在一起 非常奇怪的一个东西 我那个我跟别人建议如果你想买车你就去做这个汽车销售 你如果想买房你就去做房的经济 反正这个东西是吧 今天这边应该还OK吧 OK应该有车位 有车位 先到这拜拜 小课聊 哈喽大家好啊 现在是3点46分 我们现在的方位是在Utopia Utopia和这个优年交界的地方 我的这个右手边 右前方就是圣约翰大学 我的左前方是大通银行 然后我们现在要往左拐 拐到长岛 从这到长岛大概是 居然是黄色的东西 大概要开35分钟 8脉多 哎呀你说这车弄多 然后 其实这个地方和我现在住的地方离学校是 是一样远的 是一样远的 就是说我现在呢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是等腰吧 等腰是等腰 等腰啊 哇这边的人都很暴躁啊 我停在这里一会儿都被逼了两三下了 这地方也不好来取餐 不好来取餐啊 这条街其实是一个很热闹的商业街 但是这个地方不太好取餐 极难取餐 太远了吧 哎呀我要不要住 刚刚是来这边看房子啊 有两间房子 我只看了一间 另外一个呢 他没让我过去看 他只是发了照片给我 这房子呢 这个房子呢 是接近我的心理价位了 是大概是 嗯 800块钱一个月了 已经蛮贵了 蛮贵的 确实是蛮贵的 但是我们先说一下 先说一下优点吧 优点就是房间呢 是够大的 摆一张床之后呢 摆一张床之后呢 还能摆下蛮多东西 所以说对我来讲OK的 对我来讲是OK的 这样的话 我就不用丢掉太多东西了 是吧 但是他好像没有 没有福贵 好像没有什么福贵吧 这个路上是有上走的 我看这个区域呢 都不好停车 很难停车 你想取个餐吧 都很麻烦这个区域 不是特别好 刚刚有刚才一辆行车了 一辆两辆行车 所以这个区域 不是特别好停车样的 然后房间OK的 然后呢 朝向也OK 窗口朝东的 朝向也OK 所以说 这意思就是 冬房 冬房 他夏天晒不到 就是早上有太阳 早上有太阳 早上有太阳 早上是有太阳 第一 然后然后这个房子 就是说八十块钱 一下子本来是说七百 又挡一百 他那里有个大房间 那大房间呢 是八百五 我本来想定的大房间 但是 但是哈 但是他那个说 他说有个人已经把那个定了 定了那个大房间了 所以说我只能住那小房间 所以 定了这个小房间了 定了这个 OK 这再说个好处就是 厨房可以随便用 因为他这个不算是二房东 他是 他是 他是房东直租 但是他房东也不是一个 为什么 他家人够很多 但是都不住着 他好像买了新房子了 所以这个房子要 要说实话要租出去 所以呢 所以说厨房是OK的 所以说我又意味着我又可以出饭了 所以说厨房是OK的 所以说我又意味着我又可以出饭了 又又转到这个优年这边来了 哎呀 哎呀今天是不是太冲动了 我应该再商量一下 今天就让他拍了我的驾照了 拍了我的 你讲什么来着 拍了我的那个镇驾 我先走 我们看 你试试 我们看 你试试 在你的荷章 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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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Springfield Springfield 这条路往左拐 十分钟 我开了十分钟 开到这儿 往左拐大概要拐个十分钟 差不多能到学校 这条路往左拐十分钟到学校 从那边开到 从深渝汉开到这儿 十分钟 再从这儿开到学校 就十分钟 二十分钟到学校差不多全身都是Loco 基本上 基本上 基本上我又要开20分钟的路程了 哎呀 那意味着我们这个上课下课刀皮刀 还能持续一段时间是吧 还能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 你知道 本身就是街道不要险 狭窄 而且出门都是大街上面 也很难停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离学校远 别的都没什么东西 离学校远一点 本来想找个离学校近一点的 结果越走越远了 哎呀 人算不无天算的 这个地方有上头 一定要太独善 把速度降下来 我在这吃回一趟单子里 这个地方我是记忆犹新的 这个地方的 哎呀 饿刺 八百块钱 哎呀 八百块钱呢 那这样的话 我晚上不一定回去了 对吧 我就直接去干活了 这样的话 我就直接去干活了 这样的话 我就直接去干活了 这样的话 我就直接去干活了 我都不是我选的车 所以说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根本不知道 哎呀 行吧 今天到这吧 今天不知道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咱们先 再说再说